大家好,我是Den 昨天给大家介绍过 望小飞欠托抚养费的事情 而今天,望小飞的母亲在直播中公开了 自己发给S妈妈的语音 指控大S吸毒的消息 登上了韩国演艺新闻的热搜 11月22号 望小飞的妈妈在直播中 曝光了自己发给S妈妈的语音 孙子孙女寒假的时候必须回来看奶奶看爸爸 你看你多小丑一样的在那表演 你们会编剧本我会讲事实 望小飞他忍让 对大S跟孩子太迁就了 他太包容了 这个老头子住着望小飞写汉钱换来的房子里 对我们多大的侮辱 你跟小S把大S害了知道吗 你这个当妈的天天在那表演 你这个当妈的把你的女儿害死了 小S在利用大S 他们完全没有把他当人 就拿他当工具 你们考虑孩子的感受了吗 你们考虑孩子的成长经历了吗 你说是跟望小飞分手才跟这个大光头联系的吗 别演戏了 别让我把事情结穿 如果你们再逼我 我也不过望小飞天天拦着我 他总是给大S留希望 我是一个有道德水准的人 我知道他欠了高额抚养费 养这一帮人 你们家的人住我认了 但是你们天天在媒体上羞辱他 不给他留半点面子 我儿子身体都完蛋了知道吗 望小飞对你比对我好一万倍 对大S什么样你也心里清楚 掏心窝子都给了他 因为我明白这是我孙子孙女的妈 孩子不能没有妈 你把你女儿快逼死了 好好想想你女儿下半辈子怎么过 不能这样毁了他知道吗 S妈如果跟我一样 把他们往好的方向劝 不会有今天的结果 孩子跟保姆睡在一起 你看你把他逼成什么样了 他都病成什么样了 吸毒成什么样了 天天在吸毒 我有证人对吧 我也可以让法院拉着他们去验血 所有的证人我都找出来 从买药的到吸毒的 到搬家的 所有的你们演出的 离婚一个月就结婚了 就他这吸毒的身体状况 要打抚养权早打了 要点脸 然后在二十二后的晚上 望小飞在微博发文 今天我亲爱的徐妈妈给我留言 让我别说了 没问题 让你家那个小玩意我闭嘴 还有他老公那事 真恶心 道貌岸然我只服你 但是这个天文被望小飞秒删了 而望小飞之前说 会在二十二后去台湾 因为没有签证 却没能去台湾 但是在二十三号 却安排了直播活动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为什么自曝呢 自己公开自己在威胁 离婚离得真好 幸好跟好人再婚了 不看都知道 这期间这坡家是怎么对待他的 这种造谣 学习院的妈妈 连病情都公开后解释了 为什么还这样 你儿子是有多没出息的话 会想要离婚后 马上跟别的男生结婚呢 现在才知道 儿子为什么是这副德性了 都没有把自己的 亲骨肉孙子们放在眼里 一心只想毁掉前媳妇 他儿子出轨的照片都满出来了 但是对于许席渊的证据 只有那张嘴 听说在中国也在骂这个男的吧 那不就行了 可可 幸好现在许席渊旁边也有苦雀鸟 哎 这些疯子们 真的庆幸带着孩子逃离了 真的希望许席渊走花路 只走幸福路 对于汪秀菲母子的言论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说错团体名的BB级成员 11月18号 BB级在一个舞台表演后 向观众们打招呼的时候 说错的人是谁呢 心里说错了 因为大家太习惯了这个打招呼 这应该是在预测未来吧 我们一起等待游家亲骨吧 感觉到孩子们有一直在想着游家亲骨 所以很感动 真的能让我们继续抱着希望 我相信游家亲骨一定会回来的 一定要回来游家亲骨 游家亲骨的声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